如宙區民一街86巷 原本是髒亂不堪 遇水就淹了死巷子 但最近在中校里長張阿修 及里民的共同努力下 環境變得煥然一新 當初為了改造髒亂點 張阿修特別引進時下最夯的 魚菜供生系統 利用超大鋪滿來收集魚水 然後在池中養魚 種植有機蔬菜 達到環保再利用 及美化環境的目標 因為我去餐廳 背個箱子 像那個新店的鄉鎮做得很好 做那魚菜供生 我就把它這個方法拿回來 爐桌改善這個環境 我覺得它很適合 我們這個所在的使用 這次改造 爐桌區公所也大力協助 提撥部分友善城鄉建設經費 打造一條會呼吸的步道 現在不管下多大的雨 都不會再有淹水的情況發生 感謝我們爐桌區公所 撥一點預算來 來幫我們改善這個 這積水的地方做得透過水路面 看到里長及志工的用心 把張亂的死相 變成美輪美奮的休閒樂園 附近里民都相當肯定 我們里長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還有我們的里民 大家一起工作這樣子合作無間 把原本是沒有人這樣子來的巷弄 然後改造成一個美輪美奮的環境 除了環境變美外 這裡的裝飾擺設 也處處可見環保再利用的創意 盧州中校里在詹里展的帶領下 不但美化了居住環境 也凝聚里民的向心力 更成為新北市社區環保綠美化的優良典範 凱博大臺北四位新聞 努努洪採訪報導 新北市社區環保綽